第二是赤诺贝尔和福岛最近 赤诺贝尔是一个直接人质 用核涉流而知都直接死亡 或者暂时都只是另一个 或者说一说辐射 我想很多人觉得辐射很恐怖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没有接受辐射 你坐一个中头飞机8000尺 其实在接受一个micro-signal 你看一台电视 其实看电视当然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CRT 以前我带着个加加卡 我们有个电构 我照计都没有什么理由会加的 为什么会加的 那里的安全度有几尺很厚 什么理由呢 反而是电视令到我慢慢的 cumulate radiation 当然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照着LED就不同了 那些高电压的电子 那些阻挤那些阻碍的封射出现 那就是X-ray 那么呢 background radiation 都很重要的 看看在哪里 香港呢 大概一年 平均的人大概是两个mini-sifert sifert是一个很大的值 一个sifert就死人了 所以mini-sifert只是千分一 千分一的sifert 那就是香港大概是二度 就是整年 二年纪 那如果我们做media worker 在电厂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 就是全年好像是二十的 二十的mini-sifert 就是Nu-Q worker 但是在电厂里面做 通常他们会 每一个月都帮着 我们就没有超过1个mini-sifert 就是超过 那去到最后 如果真的有些重大的事情 要做完收集 那变成了无人 所以他永远 就是mini-sifert 就可能要走你做人职 就不再下床都做了 很多时候都会进入 除非真的很紧急 一定要下床做 否则呢 通常会计划 那一个月 可能多了一个mini-sifert 那一个sifert 或者多了 就开始不让你下去做 那就没有些人上去做 那么呢 一百个mini-sifert 暂时就看不到 有些很严重的事故 当然了 还有很多产品 就是一百个mini-sifert 到时没有证明 有些人说不是 但是记住 我们做的核电 主要是说 就是十 十 或者十二 十二的mini-sifert 一年 起码我现在暂时都还没事 那我们有很多 在核电站里的人 其实都是做了很久 都是做了很久 反而呢 就很有趣的 越是近特电站 越多人支持的一个行业 因为 大家春春日本 其实 知道 没有发生任何事 你有亲戚在这裏做 每一天都听到这些事 其实就是 没有事了 其实整个村民 因为我 我主要有做过 两家电厂 一个就是Charles Fennig 一个就是North Wales 一个就是Size for A 就是在核敦上的地方 就是 Just Bennett就是Well Sir Mell Sir 我去的时候 他就叫做No Friend 因为我是Foreign男 他反而不喜欢英国 所以我们就去 他就 打他 一到第一天 他就说 不要在这吃这些东西 我们出去 吃东西 其实这些人都很欢迎我们 就是 不会觉得我们 就是North Wa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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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村里 我们其实是 非常欢迎的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 Charles Fennig 是一个很小的村 都挺漂亮 很漂亮 但是当地的人 没有问题 他说 一千个mc 一个c 开始有cancer 另外就是 超过 超过 一万 就是 一万个mc 就是十个季度 有mc 超过 超过 一百季度 那么 那些 其实 那些季度 其实 那些季度本身 是很简单的 也很简单 但是当你一 Actilate之后 它就会有很多 Isel 通常 当你有事故 主要两个 就是 0131 和 Gas 和 Cesium 通常会有 这两个 其他 Strontium 或 Muthium 可能在附近 也不会散发得很容易 Rodine Gas 你也听过 会有 所以 通常 如果 一些账户 通常 他们会 政府 一出事的时候 就会派一些 提供 把Rodine 设计 普通 Non-Radioactive 的Rodine 让你 控制到 Firul 通常 是 几公里 内 但 幸好 它 是 Half-Line 有 主要 Cesium 都是 Volatile 影响全身体 但Cesium 有一个 好处 就是身体不太急修 會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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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这个是Moderate Volatile 但是 有个问题 它好像Calcil 黏在骨头 那是 比較難搞 但幸好 这些 不是很经常 在黑社会 会有的 三里岛的事故 主要是在1979年3月28 发生日在三里岛的UK Generation Station 三里岛是一个Personalized Water Reactor 因为是压水堆 跟大亚湾是接近的 它最主要的不同的地方 跟现在 福岛的 福岛的就是Personalized Water Reactor 这个就是压水堆 它有两个回路 有一个Primary Loop 跟一个Secondary Loop Primary Loop 和Secondary Loop之间 交易热 就是靠一个Steam Generator 或者我们通常叫做 Heat Exchange 就是 Exchange Heat 然后 产生蒸气 来推华 这样的发电 这个 就是 Personalized Water Reactor Personalized Water Reactor 有个好处就是 它做了一个 我们所谓的Defense in Death Defense in Death 就像人家建篮堡垒 一层一层的堡垒 你打完里面 你出面那层 然后中间 又是一道违藏 又有运火 然后最里面 就是左右一道高墙 其实 PWR 真真烈烈 在做这方面 是做得好 第一件事 就是这个Primary Loop 它们是烧的 即是 和这个Heat Exchange 是没有Direct Content 即是 没有一个 里面的Content 是没有Direct Content 只不过 热是靠一些 短度 散热 而将热油 入里面 收到外面 这样的原因 所以 是没有Borning Console 的Eatum 那么Efficient 因为你要有一个 Heat Exchange 所以 最大的问题 就是 因为它这样 所以在这个 压力的温度 它都会 高过Borning Water Reactor 但是因为这样 所以它的压力 它的保护殻 亦都比Borning Water Reactor 强过Borning Water Reactor 那么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呢 主要 其实就是这里 发生的事故 就是这个Feed Water Pump 它未来 这个Feed Water Pump出事 没有水到里面 没有水到一个 Cool Down里面的 因为这个就是 那个核反应堆 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核反应堆 这里是不住地发热的 发热的 发热就是 透过Heat Exchange 将它变成 蒸气 推过Borning 这个Feed Water Pump 坏了 OK 那就 令至 这里的温度升高 升高的时候 它有一个Pilot Safety Bar 你给电它 它就会打开 这个安全 因为如果不是 它会爆 它就放些蒸气出来 OK的 没问题 但当时有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 这个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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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盏灯 就是指示 Wild有没有Energize 给电去 理论上 如果Wild没有事 如果Wild没有事 它应该就打开 你不给电去 它就关掉了 City Wow 这个应该就可以 但最大问题 这个Wild是 Stuck Open的 Stuck Open 你不给电去 它也不关掉 因为你都关掉 Wild 硬工 它就 Stuck Open了 它就 以为真心关掉 它就关掉 它就开始泵水 怎料 越泵 水 就从这里 就出去了 OK 出去了 所以它也不知道 它也不把Ebuild的设计 有问题 它们不知为什么 这个Wild的Pump 那么重要 就关掉 这个Bump 关掉 之后 接着 这里就Ball up Ball up 就变成了 我们所谓的Locker Locker 里面是Parsal Meltdown 但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个是Personalized Water Re-Enter 它们的Containment Building 是比较强的 比较厚的 Mult of the great active material 是Betangue Betangue 所有的东西都包在一边 无线流出去了 对于外面的人 对于外面的事情 都没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但是当时有整 百万至二十万人 就是自己 自行的 怕有事 当时也有很多判断 就是说它影响了 它的联储 但到后来 都是不成功 就是证明 证明 证明 大部份的redactment 其实都没有滑入到 主要都是围包在内面 所以对环境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这个就是Cernobo 就是智朗会议 这个其实在1986年 我当时还是英国的 那是当时的Ukraine 即是前苏联的Ukraine 的地方出事 它的reactor type 叫做RBMK 苏联反来 其实是一种 叫Borning Water Reactor 什么是Borning Water Reactor 其实是触到类似的 大家看到有什么不同呢 它有了一个二回路 中间就是一个反应堆 直接煲水 煲水变成蒸气 就吹个Wallet 那如果呢 如果那些燃料棒 是有洩漏的话 有break的话 因为那些燃料棒 里面是有些 有些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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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的 如果有那个Chain reaction的时候 那你刚才会产生很大量的 和Iso全部都有分链 像Irten Cicium Rutium Mutronium Ryldaz 有很多种 很多种 很多种 但通常有很多不穩定,會轉到另一個 正常的,剛才說了那幾隻 這個有洩漏會傳到周圍都是 這個原則上是有一個風險的 而這個Cristalized Water Reactor 這個洩漏是包住的,完全是靠近的 所以這個出事的時候,這個洩漏是第一層的保障 就是那個原料限的管包著它 第二層的保障就是這個反應堆的一門 所有人都包著它,第三層保障就是這個保和外貨 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主要就是當時他們想做一些實驗 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當你的電廠 或者是核電廠關閉 你關閉時是沒有電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剛才我忘了提及的就是 因為這些核電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停了機的時候 停了機的時候,那個核電棒是繼續會發揮的 是你那個熱量的7%保障 雖然它倒閉得很快,但是始終你還是要保障 所以就算你倒閉了,你還是要有一個電力計劃 繼續保障,特別是PWR 因為它的能力度比較大 我們以前做過的就是Gas Cool Reactor 好處就是能力度比較低 有出事的時候,相對來說是安全一點的 因為你需要那麼大量的熱散出去 主要就變成有事的時候 你這個natural circulation的Gas 其實某個程度上都可以保障 某個程度上可以保障 但Personalized Water Reactor 是沒有的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Efficient 還有PWR主要是這個Submarine 所以它有很多時候,某個程度上 是Tied to Military Backup 它們用Submarine很多 什麼技術就很成熟 你一做這個軍用就有很多時候 這些技術就發展了很多 當然它熟那樣用那樣 所以美國很大部分都是主要用的 PWR,當然都是Borning Water Reactor 當時他們想做測試 就是我關掉了那個Reactor 沒有了電,那我怎樣保障 通常它們會有些Diesel Engine 或者Backup Generator 問題是你關掉那個效果 和你Kick in那個Diesel Generator 會不會有一個Gap 令它有危險呢 那你想做一些測試 但是當它做的時候 它們對那個Reactor的理解能力 就不太高了 那它們就將它的Energy Level 低下降 但是原來這個反應堆 在這個低Power Level是unstable的 因為它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Borning Water Reactor 一般來說 我們所說的Light Water Reactor 通常它們都會用水來做Coolant 也都會用水來做Moderator Moderator的意思就是 當你有分裂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中子 這些中子其實是太快 去產生一個Chain Reaction 那如果你想要繼續 由一粒中子射到另一個粒 由二、三粒再產生分裂 然後就產生三粒中子 然後在一個一層層 它繼續產生分裂的時候 一定你又要將中子的能量吸收 其中很多反應堆 如果你是用Light Water Reactor 它們就會用水來做Coolant 也會用水來做Moderator 就是減速的 但是這一個 好不幸呢 它就不是 它就是水來做Coolant 就是Graphy來做Moderator 成績 尤其類型 太港 dollar